麵包的成分 麵包的成分其實這個很簡單 其實麵包成分最基本就算三樣吧 算四樣 鹽好像也不能少 就麵粉 水 酵母 這三個 因為沒有鹽會乖乖的說要加一點鹽 最主要是這三種成分 好 那就是剛才講的 那麵粉其實像剛才老師講的 當然我們國內都是用糕筋 那多稱糕筋 其實法國不同系統他們是用灰粉 什麼T55 T多少 所以不同的分類 好像美國他們只會沒有分這樣 他們只是什麼麵粉 Oral purpose 就是多用途的這樣子而已 其實不像我們分這麼清楚 其實慢慢來也會變 像我最近買的麵粉 他們好像就沒有這麼強調什麼高筋中筋了 其實我看的還蠻奇怪的 這是我後面在找到的麵粉 所以消費者的力量是有的 只是你要去表達 剛好講到說其實像麵粉 我們以前 因為最近大家實在很多 就覺得說我不喜歡添加 其實我也常講說 我做了麵包 我不會跟你講無添加 跟你講無添加這個人太優秀了 他賣個麵包大概賣500塊 因為你幾乎散躲不了添加物 我覺得在這個社會沒辦法 我問你 你吃個葡萄乾有沒有添加 最重要添加 你吃的核桃有沒有添加 有可能 因為當一個東西大量生產 常常運送的時候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罵 統一罵那些公司說 你們為什麼沒良心加這些東西 那不是 那是必要之二 在食物中毒跟吃添加物的兩相全能之下 他一定讓你吃添加物 因為吃添加物在可見的當下 你不會有問題 食物中毒在可見的當下 你要送醫院 然後這樣他配你很多錢 所以 而且 當然這後面有人認為說有餘意 但至少科學的驗證下 在某個比例以下 他認為是沒有問題 那當然 我們說我怎麼知道吃酒會怎麼樣 那至少當下是沒有問題 所以你不能怪他 所以我一直會講說我是不添加 就是說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過程中 盡量你不要再加東西進去 因為我們只是懷疑說 這個添加物交互作用 多重的交互作用 到底怎麼樣 我不曉得 因為我也不是沒有做研究了 我也不曉得說有沒有人去做研究 就是說 A B C D E 這五種通通下進去之後 要多少積量 然後會對人有影響 我不曉得 那我不曉得 現在是不是只有說 只做單一種 所以其實有些人的疑慮是說 哇 那麼多種 交互作用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 人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對不對 你看那個檀蘭燈格的蚊子 你噴了幾次之後他就不會死了 對啊 其實人都是生物 你不要認他比較厲害 只是他們生命週期短 我們生命週期長 所以你活了一個月 他已經過了三代了 對不對 那可能一下翻了幾代 他已經開始有抗藥性了 那我們也許 但是我們還翻個十代要很久 所以我們沒有那麼快 能夠處理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人是很複雜的奇跡 所以有些東西我覺得 常常講很多太複雜 我只想說 如果科學家可以完全解構人體的所有功能 那大概他們所說都可以相信 其實目前我們所做的研究 科學都是階段 這個階段我們認為是這樣 因為我們了解到這裡而已 因為人體其實真的沒那麼簡單 所以不要太恐慌 沒什麼好恐慌的 真的有些東西已經吃一輩子了 不是一輩子 好幾代了 是不是有那麼嚴重呢 沒有啦 因為只是說我們的媒體現在總是為了刺激 要銷售 吸睛一下 所以就告訴他 很恐怖 OK 這是我最近 像這個麵粉 其實以前 但我沒有說天價是不好 我常常講 我不會講好或不好 而是選擇 我常常會宣講的觀念是說 你不要老實說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說 那是好的 那是不好的 那中間呢 其實這個社會或整個社會 很多是中間 沒有人說一定好或壞 而是你的選擇 就像吃東西 我二十歲之前 那個我媽媽炒菜 炒完最後是怎麼樣 咬了一匙那個什麼 胃素下去對不對 哇好好吃喔 可是我二十歲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吃到胃素 我全身就有中國餐館症候群 這會發酸 連脖子都會酸 那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你說那東西 其實是因為 那是我 身體內一個酵素酶消失掉了 我沒辦法分解它 就這樣而已 你也不能說它壞 其實是選擇 我覺得很多東西 是選擇 你要吃 你要吃或不吃 來 這樣 來 謝謝老師 謝謝 喂 聲音太大了 嚇到了 這是一個 這是因為 本來一般台灣的麵粉 甚至國外都一樣 其實用了一百多年 它會加微生素系還有酵素 這個其實已經用了 我認識的麵粉葉子 講是一百多年了 那我覺得那個也沒有說 一定會怎麼樣 只是說 當我們在需要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添加呢 那早期是買不到 可是現在其實慢慢很多大電門廠 已經開始生產完全無添加的麵粉 當然它標示 如果它要沒道德 我沒辦法 至少我要相信它標示 總是大麵粉廠 國家規定你所有的成分 它必須標示出來 所以現在其實有些麵粉 已經生產沒有添加了 所以我說高精不高精 你看是各種麵條 但是我拿來做麵包 那這是 這個以前會加這些 小麥麵粉 又要酵素 那我常常講說 這不一定是壞 是你選擇你要不要而已 OK 不要說你不要就是說 這是壞麵粉 這是好麵粉 沒有 它們都是不錯的麵粉 只是你選擇吃哪一種 對不起 按太多了 那我會自己磨一些麵粉 那不是全部 不可能全部 因為有一個 當初我會買一個電動石墨 是因為國內買不到 真正的全麥麵粉 那是目前音量是慢慢有了 其實 所以我說消費者的量是大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誰要改變誰要改變 其實消費者要改變 當你們有去了解這個食物的 原來的真相的時候 你需要吃怎麼樣的東西 它其實慢慢就 你不買它就不會生產了 所以現在台灣已經開始有 全麥 真的全麥麵粉 那當然你說怎麼分辨 那可能要請教老師 我真的也分辨不出來 因為現在很多 這是有一些業界的問題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難去講 但是至少我覺得現在有了 甚至都還有麵粉廠 它也要生產石墨的全麥麵粉 所以因為大家對某個東西的需求出現 其實工廠就會調整他們 所以我自己 這個其實 我本來是要磨全麥麵粉 做全麥麵包 還有我是要磨雜糧 其實我去找Ellen Scott 他跟我說你可以買這個 因為他加一台 比較小 他說你買這個磨雜糧粉 可以加進去 他說你不要那麼笨去買全麥麵粉 磨小麥 我說為什麼 他說全麥麵買 結果你幹嘛去自己磨 可是我後來臺灣發現說 人家國外全麥麵有很多 台灣不好買 所以只好自己買了一台 這是很多是有些雜糧的 其實我雜糧用蠻多種的 但是目前經常找台灣的 但是有些台灣沒有 也是沒辦法 那油品的選擇 其實油對我來講是 不見得是對啦 科學上不見得正確 但是對我來講當然是風味 再來是一個濕潤 我覺得我個人感覺油多一點 已經讓他的 你自己的口感會比較滑潤 因為他可能放一天一點 會至少多一天滑潤 但是我覺得油不見得是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我做麵包 我覺得我的油就加很低 那一般他們好像會8%奶油 那因為我也是莫名其妙那種堅持 然後不小心都好像做到樹的去了 所以其實我是受 也是受Ellen Scott的影響 他跟我介紹澳洲一個 Crystal Waters Village 的那個 Bakery 就是他們一個村落 他們有一個村落的一個烘焙店 那後來我認同他的理念 他說他不放會腐敗的食物在裡面 那什麼會腐敗? 牛奶會腐敗 這是為了自飽 對不對?我賣給你 不小心你吃拉肚子麻煩 第二個蛋 所以呢 那因為牛奶油又是牛奶製品 也是容易壞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那我不用奶油 我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那我就用 後來選了粗榨橄欖油 那所以我一直下來 就用粗榨橄欖油 那除了有特別 最近今年新出來的是 找到苦茶油 那個貴神送到苦茶油 他的苦茶油真的很貴 每次宅機院送來 宅機院自己都嚇一跳 收貨多少? 一萬多少? 這麼想像一萬是買什麼東西? 沒有 買苦茶油而已 三桶而已 三桶要一萬多塊 但是那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有時候 我用量不大 但是支持在地這些東西 那真的是 但是也有它的風味 那除了剛才我認為說 那不是加熱就壞 不好不是嗎? 其實我覺得 你有時候開始怎麼思考 其實麵包溫度很高嗎? 很高 因為烤的時候 烤220度 200度 可是真的很高嗎? 它就表面是那麼高 中心溫度不會超過 1001、020度 有時候我考過到102度 但是因為水蒸氣 其實裡面很多水 所以它內部其實 大概不會超過100度 其實95度 有人說93 有人說95就熟了 所以其實溫度 並沒有超過到那麼高 所以 而且真的加量很少 其實大概影響不大 只是說 增加濕潤度和潤滑感而已 那我是沒有用奶油 鹽 那個鹽叮噹很簡單 不需要 有人說那為什麼不加什麼 很特別特別的鹽 其實那個東西 除非你是直接加在牛排上 可以感受到 再去買那麼貴的鹽來加 因為有些東西真的是吃想像的 想像是無價 OK 想像是那個價錢是最貴的 用想的最貴 真的實際的東西沒那麼貴 那鹽其實就天然就好 像我就用天然海鹽就好了 因為我們不再買加工 因為後來大家也覺得加工 其實加精緻有些 也許大家不喜歡 所以還是不 那至於水 就顧慮一些 我也覺得可以 還有人說要用礦泉水 甚至還有去拿什麼泉水 那個真的都想像 也許你真的是可以長命百歲 但是那個價格會把你加 往上跌 我現在覺得很多行銷的畫素 只是在增加價格的上升 並不是增加內容物的增加而已 好